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的用心 去做實際之夜之夜 因為啊 這也是你的職業 要跟你想要做的 做會做 倫蓮 我要答應你 我一定會做得到 一定會做得到 各位好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春暖向陽天 那麼各位觀眾呢 今天所看到的劇集是 就是最後一集了 我們就邀請到這一家呢 三位來跟我們分享 首先來歡迎的是 吳福川師兄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歡迎秉承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歡迎欣穎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在過去的四十集當中 我們福川師兄 真的是陪伴我們會客室的觀眾朋友 好多的這個分享 也一再地聽您提到說 其實潤蓮師姐對您來說 這個牽手的這一段幾年啊 三十多年的歲月 從認識到最後應該是四十年 四十年的歲月 其實一直是您最鍾愛的一個人 其實也從她的身上學習到很多 那潤蓮師姐其實在往生之前 其實她在病床上是很樂觀的 也是希望讓大家不要說帶著悲傷送她 對不對 對 她其實在當她病的時候 那在還能夠講話還能夠表達的那段期間 那她就一直在跟我用筆寫的也好 或者是筆手畫腳的也好 其實都有一直在講到說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生死觀念 那她是上人的弟子 那上人對於生死怎麼教育 她都會很專心的去體認 那她都會遵照上人的說法去做 上人就像一個母親 然後是一個人生的方向 一個很大的導師 所以尤其對於這個生死皆自在這樣子的觀念 其實她自己已經非常非常接受了 但是她擔心的就是家人會捨不得她 對不對 其實瑞蓮師姐因為做慈濟也很長的一段時間 也有二十多年 那尤其是她自己其實承擔在慈濟裡面很多 也常常辦茶會去邀約 她的會員很多吧 她她會員應該我知道的有一段時間差不多三四百位 所以當她離開前是把這個重責大任直接交到您手上對不對 她不僅把那個一些那會員 那有一段時間我還想說 會員是不是有一部分比較遠的 那要說邀請那邊的那個認識的 那去幫她再接手 那她搖搖頭 她說要我自己去跟會員互動 因為那些會員其實也我都認識了 她說你都認識了 你就是一定不管怎麼樣再忙 還是要把這樣的一個責任一個使命承擔下來 其實瑞蓮師姐就是在那樣一個貼心 然後拉長情擴大 縱使是她知道她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都希望我們的福川師兄能夠繼續的延續下去 那說實在的 這樣子的一個精神一個理念 我想最希望的 我們不得不這樣聯想 當初她這麼樣期盼把您度進來 對於她的孩子 能不能走進慈濟 她應該也會有一些些期盼 我們直接來問欣穎好了 媽媽有沒有曾經跟你直接提到說 欣穎啊 妳要來跟我們做主座嗎 媽媽應該有直接坦白的講嗎 我覺得她應該是 可能她小時候跟我們這樣相處 她會覺得說她太強迫我們 我們反而會太反抗 所以她對於慈濟這方面 她反而就是比較順其自然 不會說刻意跟我們談說 趕快進來 可是她倒是會 比如說現在辦什麼活動 叫我們去參加 比如說像親子營啊 大專生活營啊 然後無形中階處那些人文 至少讓我們知道說 原來慈濟在做什麼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 任何排斥的情緒在 是 像秉承應該也是這樣子吧 您說小時候常常 爸爸媽媽要去哪裡 會只有你去 其中包括錯慈濟嗎 包括我可能從國小 國小開始幾乎每年寒暑假都去慈濟 幾乎啦 而且是到花蓮 就是我可能還沒有安排好 可能我暑假要幹嘛 對 就是媽媽又說 那個幾月幾號你要去 就是 直接告訴你時間 就是 好啊 媽媽都是先斬後走 就是 反正她都已經報名好了 對 現在呢我們的潤蓮師姐呢 真的就是 如果以她自己的個性 這麼樣子的 投入慈濟好了 我相信她自己一定有願成願再來 對 我們都是這樣子去祝福她的 可是 福川師兄您呢 因為畢竟你還在這一世當中 繼續的行菩薩道 我想潤蓮師姐在離開前 一定也給您很多的祝福 你接下來會用什麼樣子的一種心情來走 其實當她真的不在了 那一陣子難過是難免 但是我覺得 那因為有上人的法 那很快的 自己也懂得說 要怎麼樣的去調整 那 對她的這樣的一個思念 就 成如我們那樣論年自己講的 她就說 當她要往生之前 她就說她 多生略她要一生了 那也 讓我甚至是體會到說 上人在教我們說 怎麼樣 就是 人生只有使用權 沒有所有權 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在她身上 我真的體會很多 那往後我們在慈激路上 更是要 像師父說 你現在一個人要做兩人分 那所以 我就秉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更認真的 在這樣 這個菩薩道仁繼續下去 是 一個人做兩人分 那當然 其實我們說 行孝行善不能等 我相信福川師兄 在接下來路當中 是把握行善的部分 其實也是回報父母恩 而且 之前潤蓮師姐 為什麼會這麼投入 我相信 從年輕的時候 就遠鄰家鄉 在外地打拚的她 一定也是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而且她是把這樣子的一種 人生的態度 是傳給自己的子女 那當然在這過去的40集 春暖向陽天當中 就成為我們從第一集感受到的 我們的製作單位說 希望把這一個 無家家族的故事 那一種孝順 那一種把握當下行善的 這一種動力 希望可以讓所有的觀眾朋友 也去感受到 也或許會有一些些是您 想要去學習的一個地方 祝福您也能夠如願 那麼當然 今天我們的春暖向陽天 今天最後一集也感恩您 這一段時間的收看 明天還有全新的劇集 期待您的加入 今天也感恩三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 大愛會客室 明天見 俊男美女的演員陣容 是我對春暖向陽天 這一部大愛劇場的第一印象 互助 結好緣 重視人倫 處處抱以感恩 尊重和愛 是我在吳福川師兄 徐潤連師姐的身上看到的美德 感謝參與演出的表演工作者 來到節目當中 分享拍戲時的心得 笑聲是因為你們大方分享小花絮 讓我們感受到劇組的和樂 眼淚是因為你們被本尊的人生際遇所感動 也可能來自你們自己的生活體驗 不論什麼樣的心情 我都感恩各位 與我 與觀眾們交心 人的一生難免有缺憾 不如仁義之時 要用智慧去圓滿 就像福知師兄分享的 當他自己先忘卻右手的缺陷時 他的幸福就到了 感恩福川師兄40集的錄影全程陪伴 讓我在對談中 有這樣一位長輩的鼓勵 更加的放心和自在 每每聽到福川師兄對潤蓮師姐的珍惜 好生羨慕 也祝福全天下的友情人 都是這樣彼此感恩和包容 攜手度過生活中的各種考驗 共同享受幸福的滋味 最後 跟觀眾朋友們分享 吳福川師兄寫的一首好字 春暖向陽天就是他親手所寫 四世紀的戲劇也讓我能感受到 師兄師姐在慈禁路上 已經把溫暖處處傳遞